朋友们,晚上好啊 今天晚上咱们说的这个故事 是一个来自某大城市的一个82年的大哥 讲给咱们的 大哥说的这个故事 得分两个层面开始说 我呀,先给您讲 他刚来到这所小学 大哥呢 他说我是八岁上的一年级 因为七岁呢 应该上学的 但是我生日小 所以我家就让我多玩了一年 然后八岁上一年级了 但是由于到了八岁这年呢 没把我划分到之前本想上的那个学校 结果给我划分到一个我们家门口的 一个老学校里边去了 当时啊,我家里人挺不高兴的 但是没办法 我只能上这儿上学去了 可是上学之后这才发现 这座学校不只是外边看着泼 看着老旧 里边更泼 并且呢,这学校里边的厕所 大哥说我都没见过 是那种老师的汉厕 就是厕所呢 是男厕所和女厕所连着的 并且厕所下边是一个通道 这通道有多高呢 基本上一个一米七以下的男人 能在下边来回来去溜的 那么每天这人们上的这 这只屎了份什么烂七八糟的 就都拉到那通道里边 然后好像是定期的两到三天 下边这通道清除一下 然后排泄到后边的一个 一个份池中 那么大哥说的这种厕所呢 说实话 他这方面写的有点多了 有点太低估咱们家听友了 咱们家之前讲过 类似这样的故事 而且这种厕所啊 在咱家之前的故事中 出现过好几次 要是有些太年轻的听友啊 你不行你上网搜一下去 我不可能给你下边 配个这种老厕所的图 但是我想我讲的 基本上应该能听明白了 那咱然后咱接着说 接下来就是大哥上学了 上学完了之后呢 大哥那会儿小学一年级 直到二年级 他说我就没在学校里边 拉过一次试 除了解小便以外 我绝不在学校上 因为我嫌脏 我嫌难受 并且呢 我们学校里边 不止我一个同学这样 好几个同学都是这样的 可是这时间长了 一来二去的 有的孩子在学校憋的 晚上憋的不舒服 结果家长呢 就找学校闹来 说那意思让学校呢 把这厕所能不能修修 结果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这事呢 成了我们学校里 一个热议话题了 可是这话题 没热议了些日子 大哥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因为那会儿小 记得不太清楚 结果在学校的小孩 嘴里边传着传着 传出鬼故事来了 这鬼故事这一传 使得好多孩子 更不敢去这厕所了 并且那时候啊 我们同学老在边上说 说我们这厕所底下 住着一个小孩 而且还有好些个同学 听到过这小孩 在厕所下边说话 但是您别忘了 传这些话的 基本上是小朋友 您说这玩传的是什么玩意儿 啊 那厕所下边 可不是地底下 是厕所那排室 那大管道里边 说那里边住着个小孩 您说谁相信呢 没有人当回事 也包括这些学校的家长们 也不会听孩子念叨这个 可是就这样 一晃啊 传着这个故事 就传到了大哥 上到二年级的下半学期了 结果有这么一天下午 这天下午五点多 大哥刚放学 可是这个肚子 不知道为什么 似绞肉般的疼 就感觉有个东西 在肚子里边祸了一样 疼得大哥出嘘汗 但是前面 我跟您说了 咱们大哥 从来没在学校上过厕所 可是这回也没办法了 得妥协了 疼得不行了 所以一溜烟 就跑到厕所去了 但是到了厕所 刚脱了裤子 大哥刚拉出来 结果就听见 这厕所下边有人说话 你往那边去 由于大哥 当时正在使劲的 结果下边一说话 哎呦 吓了他一跳 可是往下边 一看呢 除了恶心的东西以外 什么都没有 但是这会儿大哥属于那种 正在那个 正在那干什么 所以不可能 替裤子站起来就跑 因为还没完 了 结果后边就硬着头皮 又坚持了几分钟 然后赶快擦干净了 屁股跑了 但是从这天开始 大哥由于听到 下边有人说话 所以之前小朋友们 传的那个 那个传闻 说厕所下边 住着个小孩 大哥开始相信了 并且转过天来 把这个消息 一下子就告知了同学 瞬间呢 大哥他们班里的同学 全都知道这事了 结果甚至影响到了上厕所 然后这件事啊 过了两天之后 发笑的挺严重的 班主任还专门 说了大哥一通 所以打直开始 大哥就不再说这事了 可是又过了这么二十多天 有一天中午 大哥是不到一点钟 从家吃完饭 回学校上课去 结果刚到了班里 发现有七八个同学 围着一个同学 在那说事 然后大哥就掺和进去了 结果一了解啊 原来是 这个同学刚才上厕所 在厕所给吓着了 并且这个吓着的 要比大哥前两天 在厕所听见 那声音严重得多 因为这同学说 他在厕所看几个男孩 全神是屎 而且呢 个子还挺小的 在厕所里边拉他 把他要往厕所的这 粪坑里边拽 结果把他吓得 当时就疯了 然后从厕所跑回来了 那么这件事 可比大哥前两天 经历那听到声音的事 要吓人多了 所以还没上课了 把班主任就给叫来了 但没想到的是 班主任来的时候 没安慰这孩子 反而给在座的所有同学 臭说了一顿 然后这些孩子们 就灰溜溜的上课了 然后这天下午的课 上的挺平稳的 到五点多放学了 放学之后 大伙不得放学出去 找家长去吗 有家长接的 有自己回家的 孩子们还在小声的 说着这个事 尤其是中午被吓着那同学 大哥说能感觉到 他精神还是稍微有点恍惚的 这孩子貌似真被吓着了 但是万没让大哥想到的 这是他上小学的时候 最后一次见这孩子 因为这天晚上结束之后 等转过天来 这孩子就再也没来过这个学校 并且接下来又隔了七八天 大哥班里边又发生了一件怪事 就是班里的这个年轻的班主任 给换人了 换成了学校里的一个老老师 带着他们班 还有更离谱的是 这年轻的老师竟然学校 给调到了后勤处去了 由于这老师必定带了他们两年了 老师被调开之后 还在学校里边工作 大哥他们每次碰到这老师 都会喊一声赵老师 可是赵老师一旦看到之前班里的孩子 就变得特别尴尬 好像不愿意和这些孩子说话似的 但是上述说的这些事啊 全都是大哥二年级时候发生的 而且都是学校内部调动消化的 由于大哥他们那会儿小 再加上学校不会跟你说到底是为什么 所以刚才说的种种事情 大哥他们都不知晓答案 好多同学那会儿都特别奇怪 这忽然间的 为什么那同学调走了 为什么换老师了 而且我们老师显然降职了 给弄到那个后勤处去了 这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可是孩子们 家长们带着这些疑问 眼瞧着 这二年级就结束了 所以刚好呢 大哥就赶上了二年级的暑假 结果这事到后边 就没有人再提了 但是等二年级再回来 大哥他们发现这学校里边传出来一个喜讯 就是之前那个破脏厕所消失不见了 完全铲平了 拆除了 这个厕所改到学校的另外一端 并且厕所修得特别漂亮 变成了现代化的厕所了 那么这么一弄的话 那不用说了 之前老厕所已经消失了 没了 所以之前发生的那些怪事 后边慢慢的 等到了三年级 就没有人再说过了 然后再接下来 就是大哥呀 上小学上初中 什么事都没再发生过 一切平稳 甚至等到了五六年级的时候 大哥都忘了当年 发生的怪事了 甚至包括之前转走的 那个同学 大哥可能都忘了他叫什么了 可是无巧不成书 朋友们 等大哥都已经完全不记得小时候的事了 结果等到上高中的时候 大哥分配到了一个还不错的高中 然后到了高中之后呢 第一天上课的时候 就有一个同学 老看大哥 大哥就觉得这人怎么有神经病呢 他老看我干什么呀 而且都是男的 对不对 可是等第一堂下课 这同学主动过来问大哥 你是姓何吗 然后大哥说 对呀 我姓何 你认识我 然后这人说 你是不是西城二小的 然后大哥说 对呀 你是谁呀 然后这人马上回答说 你不记得我了 我是刘军呢 大哥当时一听这名字似曾相识 并且这人长得的确 你是谁呀 可是大哥正在琢磨着了 马上这小孩就说了 我呀 我二年级转走的 你忘了 哦 一下子大哥想起来了 然后大哥马上就跟他说 哎呦 哥们 我想起来了 你 你不是二年级那 让厕所给吓着那小孩 转走的那个吗 由于大哥当时说这话的时候 旁边有一大堆同学在 大哥说这话实在是让人受不了 因为他说了 你让厕所里边那小孩给吓走的 所以旁边的好几个新同学 马上就凑过来了 你们俩说什么呢 什么厕所里吓走了 你小时候吊过坑里是吗 好嘛 结果这么一说 一堆同学开始哄笑 但是人家这个叫刘军的同学不干了 立马就说了 嘿嘿 你们可别瞎说 我小时候可真吓着了 不信你问他 我可不是吊马桶坑里了 我们小学闹鬼 我在我小学时见着鬼了 后来我妈我爸找人问他 说我见着他就是鬼 结果我们家把我调走了 这旁边的同学们听完之后 没有一个认真的 觉得这孩子胡说八道 什么玩意儿鬼不鬼的 可是这会儿大哥可不一样啊 大哥他们俩是一个学校的 立马就想起了小石的事 所以一下子大哥严肃起来了 然后跟他说 不是 你说的是真的 你是说你小时候看见的那是鬼是吗 大哥说完 这小子眼睛转了一下眼珠 想了一下 然后回答大哥说 哎 我告诉你啊 我要是没见着鬼 我们家能把我调到这么远的一个小学去是吗 你知道我们家住哪吗 我们家就住在学校斜对面 结果我们家不让我在那上了 那指定得是出了什么事了 而且我告诉你 我们家 我舅舅 我叔叔 好多人都是在咱那小学上学的 他们知道咱们小学的事 咱们小学那破厕所里边 当年死过一个小孩 就是死在那毛壳里的 而且这小孩啊 我告诉你 不怕你不信 他是让屎给呛死的 就活活死在了屎堆里 所以打那开始 学校里不是咱们这一届 好几届都说那学校那个屎坑里边闹鬼 但是据我家人说 没有一个人是像我遇到这么严重的 但是我那会儿真的 我真的是看到他了 而且他还抓我 所以我当天晚上把这事跟我爸妈说完 我爸妈就急了 结果转天找到学校 学校就是那种舞弊 不当回事 而且那班主任呢 还跟我爸妈喊 然后一下子把我爸给喊生气了 结果我爸呢 直接就把这事找到教育局去了 但是万没想到就这么巧 到了教育局找人告咱们学校去 结果我爸碰见他们同学了 万没想到他这个同学在教育局上班 然后一下子把这事就给闹大了 后边没有几天 咱们那班主任据说好像给降职了 然后我就不在那上学了 后边就把我调到另外的学校去了 小军的这番话当时高谈过论 把旁边的同学都给说傻了 本来同学们以为这俩人犯神经病在这胡说了 然后没想到讲的这事好像还挺清楚的 然后一下子一大堆新同学把他们俩就围上 然后逼着大哥讲小时候的事 可是大哥你知道跟我说什么 大哥说 我他妈小时候也听见过 我虽然没见着 但是他这么一说我就怂了 因为我小时候特别怕黑怕鬼 所以我这同学当时逼我 逼了没几下 我就跟他们急了 我就说 不是 你们觉得这事很好玩是吧 你别再说这事了 我小时候也听见过 我的妈呀 以后不要再跟我提起来 任何关于这事的事情了 还有咱们学校 咱们学校的厕所是那种老的开放式的吗 这豆腐当年大学毕业 其实没几年啊 就两三年前 毕业之后呢 当时挺稠的 由于他的学历不错 找家医院上班呢 是没问题的 但是他所在的这座东北的大城市 有几家特别大的医院 这种医院谁要是进去了 那是相当厉害的 所以豆腐天天发愁 想着怎么能往大医院里边扎 结果刚巧 家里边有点关系 爸爸妈妈就给他动用了很多的朋友帮忙 还真给豆腐 搬进了一间呢 著名的医院 但由于这间医院呢 实在太有名了 现在还在那儿储着了 所以我没法给大家透露名字 我只能告诉您 就是吉林能数上一二的医院 当时豆腐来到这家医院上班 特别高兴 虽然是十七期 但是对自己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 因为豆腐当时想的是 别管怎么着 我得留下来 可后边 干了这么七八天 豆腐发现这工作 并没有他想的这么复杂 而且呢 实习期的工作安排的压力非常小 所以也就是这么六七天吧 豆腐就进入状态了 这进入状态之后 逐渐的放松下来 结果等到了应该是第八天的晚上 这天晚上 豆腐负责轮班 轮到了 就是守护 这么一层病房的值班室里 值班的这一天呢 单位就留下了三个人 在他们这个课室 其中一个女的 女医生 岁数较大 跟豆腐他们说不到一块去 而且人家是老护士了 然后剩下的两个人 就是豆腐和另外一个小年轻 俩人都是实习生 所以处于平行的状态下 再加上年龄相仿 所以俩人没有一会儿 就聊得特别来 可等到了晚上 轮班啊 轮到了二班的时候 两个人就不能在一个办公室了 豆腐要上走道的 头里的那间小办公室去 然后这个同事呢 留在这边 等于俩人就分开了 分开完了 俩人也没法说话了 相互彼此就搅着特别的无聊 然后没过来一会儿 豆腐的同事就给豆腐发微信了 兄弟 干嘛了 要不要来一盘王者呀 豆腐当时一看 好啊 我王者十八星 我带你啊 然后两个人就这么一拍即合 直接就在微信上直接邀请 就开始打王者了 打王者的初期啊 俩人还是挺低调的 你不能太喊太闹了 虽然开着语音呢 但是怎么着要是在直辈 但玩着玩着 没有两三局 这对局终于遇上了逆境 豆腐就着急了 就通过语音在里边大喊 不是 你注意啊 你注意打野 打野老去你中路 逃你两次了 你怎么不看着点啊 大哥 你这样的话 一会儿咱起不了飞了 然后由于豆腐这么一闹腾 俩人就开始对着闹 接下来呀 俩人就忘了这是在单位了 整个就是激烈的 开始打起游戏的 可是打着打着 豆腐正入神在队局中 突然就听见 他坐在这椅子下面 传来锤打声 当时这声音传来的速度 特别突然 吓得豆腐一跳 差点把手里的手机扔出去 然后豆腐就是一声尖叫 直接就从凳子上 跳起来了 哎呀我去 可是当从凳子边上跳开 豆腐马上回看 看这凳子 结果发现凳子下边 什么都没有 可是刚才 明显那声音是打 凳子下边发出的 就像有人趴在凳子下边 捶他凳子盘 然后豆腐 马上又开始环视四周 整间也就七八平米大的办公室 除了两个柜子 一个办公桌 一张凳子之外 什么都没有 这屋里 没人呢 可是这时候您别忘了 游戏还在对局中啊 那边的哥们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就喊豆腐 哎 你快点啊 我都问他们过围上了 可是豆腐这会儿顾不上这个了 拿手哆嗦着拿着手机 全身开始冒冷汗 哥拉可能有这么五六秒钟吧 豆腐才对着手机里边说 兄弟 别玩了 别玩了 我 我这闹鬼了 然后对面的那个朋友好像没听明白 啊 什么 闹啥鬼啊 你有病吧 你快点 你快点 你快来下路 但豆腐这会儿什么都顾不上了 直接把手机一按锁评件 关了 但当时豆腐站在屋里边 他不敢开门 他害怕那人是不是在外边了 或者一开门能看到什么奇怪的东西 所以就傻傻的在办公室这么待着 隔了一分多钟吧 豆腐才回过神了 赶快把办公室所有灯都打开 不过 好像豆腐那个同事 感觉他这边不对了 因为玩的半截人呆号号都没了 他的同事肯定得担心呢 所以 就打那个办公室走过来找豆腐 当时啊 豆腐正在聚精会神的 注意这屋子里边 结果忽然又听见门开始叫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然后豆腐这会儿吓得一慌 一听是自己的同事 立马这才敢说话 你开门进来 你直接进来 然后同事没想这么多 把门就推开了 推开完了之后 进来就问豆腐 不是 我去你怎么不玩了呢 你干嘛呢在这儿 可是 刚问完豆腐话 同事看出来了 豆腐的脸色苍白 马上 他就不再说了 立马开始上下打量起来豆腐 然后问 哥们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结果 这会儿 这会儿豆腐的心 这才塌下来 然后把刚才的事 讲给他兄弟了 然后后边的这碗弄 俩人那叫一个相依为命 游戏也不打了 一块儿回到了那间办公室 也过不了什么值不值班了 就这么坚持的一个晚上 不过坚持是过去了 可是究竟豆腐遇到的这是什么事 到转天离开医院 他都没闹明白 接下来 就是回到家里了 豆腐很累 身体不舒服 到家就睡觉了 醒来之后 这事他没忘了 脑子里还是不停地转摸着 昨天晚上的吓人的经历 然后 豆腐实在忍不住了 结果呢 就打给了他在单位里边 算是唯一一个最熟悉的老同事 当时豆腐是这么说的 赵医生 我有点事打扰您一下 您那忙吗 然后这老同事跟豆腐 好像给他办工作的这人认识 对他非常客气 不忙不忙 你说啥事 然后豆腐回他说 嗯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您说 啊 我说了您别在意啊 咱们这个医院 是不是有什么邪事 这对面的医生听闻 啊 你指的是啥邪事 然后豆腐就开始 气里啪啦的 把昨天晚上的经历 讲给这医生 可没想到 这医生直接就问这豆腐说 啊 你昨天 是在第三楼那边 值班吧 啊 豆腐一听 你怎么知道 第三楼那边真有事吗 可是 话就指到如此了 这医生貌似 不想给豆腐讲的太详细 只是告诉他说 啊 那边 那楼风水不好 他们老乱传 是有点事 但 你也别放在心上 还有你别搁医院里边乱传啊 听见了吗 还有 那什么 我跟你们那个 那主任说一声吧 啊 别把你们实习的 排到第三那边去了 您看 豆腐这电话没白打 事解决了 以后起码不用去B3了 但 这事 是过去了 可是在豆腐心里边 他就转罚不开了 难不成 这医院真有什么毛病吗 但由于 后边没再去那边值过班 再加上 这又是个特别重要的工作 所以豆腐尽量的开导自己 我是 学医的 别想这么多 好好工作吧 然后这个插曲就这么过去了 后边豆腐的工作生活 一天一天的 又恢复到了正常 而且 过了这么十多天吧 他把之前发生的事啊 都给忘了 可是 又有这么一天 这一天 豆腐是晚上九点多钟 离开医院 结果从医院走出去 必须要经过B3那边的楼 因为他车停在后边了 可是 走到B3楼的时候 就发现 楼门口的一个花池在边上 蹲着个人 这人 这人从穿着打扮上一看就像是病人 豆腐是医生 他有这个职责 你肯定就要去询问 所以豆腐就走到这病人旁边 哎 你好 你怎么在这待着 天这么冷 快回病房吧 豆腐说话是好意 可是这人不理豆腐 还蹲在那蹲着低着头 豆腐这会儿也没搅着不对 就继续问 哎 你好你好 您怎么了 不舒服了 这时候豆腐一边说成话 一边他就蹲下了 因为他想看看 是不是病人临时发作了 有什么病 走不了了 可刚这一蹲下 他跟病人就平行了 豆腐就瞧见了病人的脸 结果 瞎子豆腐一下差点坐在地上 因为 这人您从表面上 他蹲着您看不出来 就是个正常人 但你一看到他的脸 整个脸像纸一样的白 并且不但是白 这人的脸上 有伤口 当时呢 可是吓了豆腐一大跳啊 马上他就站起身来了 哎呦 你 你 你说 你怎么了 而且一边说着 豆腐一边往后退 他所谓的这句 你怎么了 那简直就是多余的 他心里已经明白了 貌似看见不对的东西了 可是这会儿 这东西开始动了 貌似这才刚发现 豆腐是在跟他说话 然后 这个东西立马慢慢的抬起头 看了一眼 豆腐 当时 豆腐跟他距离有什么三米多吧 把豆腐这眼看得全身发毛 因为这人的脸 怎么看就不像是个活人 这时候 豆腐不敢动了 站在 原地上看着他 结果 这人狠狠地瞪了豆腐几秒 嘴里边嘟嘟囔囔的说 然后豆腐这会儿 真绷不住了 你换做谁谁也控制不了 崩溃了 直接就是一声尖叫 转头 就往反方向跑了 不过由于当时周边没什么人 病人也没有 医生也没有 虽然豆腐将叫了一声 但没人听见 跑了没一会儿 他自己逐渐的也就 慢下来了 再加上周围的人越来越多 豆腐相对 消停下来了 可是转过头来 再回看那个蹲在那儿的人 他消失了 然后再接下来 就是豆腐脑子里不停地回荡 那个人刚才说的话 还有那个人的样子 豆腐是越琢磨越害怕 这由于小的时候初中啊 有过这么一次经历 当时豆腐也吓坏了 可是没有这次害怕 当时啊 是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但是这次是鸡皮疙瘩一层一层的猫 不但感觉 后鸡尿发凉 头皮顶上 就老感觉痒瘦瘦的 这时候 豆腐感觉到大师不好了 这地儿不能待了 而且现在身边这些人 跟他都不认识 他在这儿待着没有用 所以决定 赶快得离开医院 结果 当时豆腐都没有开车 跑到外边打了一辆车 才回到家 但到了家里 已经都吓得没魂的豆腐 把这事特别匆忙的跟爸妈说了 可是爸爸妈妈听完他说这个 并不相信他 只是觉得他是不是又觉得这工作不好干 遇到什么难度 诚心找麻烦 不想上班去呢 结果 这天晚上豆腐跟爸妈急呢 当然不是没礼貌啊 就是非常的激动 爸 妈 我知道这班特别厉害 但是 我真不能在这儿干了 我再干我非得死这儿不行 这医院 太吓人了 但是爸爸妈妈被他就说不服 就告诉他说 你别出幺蛾子 你就在这儿好好上吧 这多好的单位啊 这世界上怎么会有你说的 这些东西啊 结果一番的争吵 豆腐摆下阵来 还是最终 没有说服父母 明儿还得照常上班 可是 躺在床上 豆腐心里就不痛快 就在那儿玩手机 玩手机忽然间想起来 我要不查查我们医院 网上有没有什么 我们医院的传闻呢 结果万没想到 上网上这么一调 我的天呐 整个网上故事可就嗨了去了 全说的都是关于他们医院 闹鬼的事 然后豆腐这会儿顾不上楼 再次起床找他爸妈 把他爸妈叫出来 把手机拿到那儿 让他们瞧一瞧 告诉他爸妈说 你们别以为网上是胡说的 网上的事 有的是假的 但 它都是有根据的 而且你们仔细看一下 你看看这多少传说传闻 我跟你们说 你们想清楚了 要还逼我在这上班 我要出点什么事 你们可就 没儿子了 好了朋友们 故事说完了 没有尾巴 没有结局啊 就是不干了 不但不干了 以后豆腐再也不去这医院了 并且还告诉他身边的兄弟姐妹 好朋友亲戚 都别到这家医院上班 所以您别问我这是哪家医院 我不可能说的 而且呢 这咱是个故事 不要把这些故事 对照在生活中 生活中 您遇不到鬼 但是您要说我非得 我就遇到了 你给我解释一下吧 我也给您解释不清 您找科学家去 好了 那今天咱就到这了 朋友们 明天的节目更加精彩 咱们明天晚上 再见